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也请教陈昌龙医师 这个临床上你们也看过各种 千奇百怪的民俗疗法 其中还有上吊功 真的是有很多的民众 会用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 这边分享一个很特别 就是这个是在中国 有一个人他研发一个叫上吊 他本来其实是脖子不太舒服 他研发这种上吊 然后说可以治疗他的颈椎的问题 我们听到简直是非常crazy 真的是太恐怖了 你好像把你自己要把它吊 吊着好像那种要勒死那种感觉 那我们在富贤科 其实有所谓的颈椎牵引 我们的颈椎牵引 是用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来拉 它是从我们七分之一的体重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拉到四分之一的体重 这是一个可控的状况 那各位试想 这样子拉的状况 它可以把身体的整个重量往下拉 假设一个70公斤的人 他用70公斤的力量 把你的颈椎这样拉下来 会有什么结果 第一个 它会造成我们颈椎那边的韧带松掉 那松掉不打紧 有可能如果说松掉之后 它颈椎在滑脱的话 有可能全身瘫痪 我想这样的状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蛮常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倒立肌 大家知道说很多人喜欢倒立 尤其像瑜伽 瑜伽还有很多他们觉得 倒立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脑部 充满了血流 让你的思考清晰 甚至于有些人说还可以治疗秃头等等的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倒立完之后有一天 他突然间昏迷 那家人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发现他的脑部其实有一个血管流 破掉了 所以造成脑部的出血 那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怀疑他倒立的过程当中 血液往脑部去冲 所以整个脑压过高 然后冲到脑流就直接破裂 对 脑压过高 造成整个破裂 那就是造成我们所谓的中风 就是出血性的脑中风 或许有些人觉得说倒立其实是一个 可以促进你的身体某一些好处 但是有几种人记得千万不能做 第一个 高度禁止 因为高度禁止会容易造成你的视网膜玻璃 第二个 掩压过高 就是他倒立的时候 对 因为他整个压力增加在那个地方 视网膜玻璃你会失明 还有掩压过高 掩压过高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血压控制不好的人 其实也要非常的小心 那这一个陈医师也要分享 现代人很多人会有腰栓背痛 或者各式各样的筋骨痠痛 那通常第一个反应这种 都是直接去按摩或者推拿 可是你会发现 很多人是越按越麻烦 越按越严重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我想现在上班族 其实或者是用3C产品太多 其实经常性的会肩颈痠痛 那我们有个病人 其实他就每次一痠痛就去找推拿 然后甚至于那个乔骨的人 他会帮他拉脖子 他拉脖子怎么拉 就比如说我这边这样一条毛巾 他请他躺下来 他说你放松哦 躺下来 他就拉着他的脖子 然后向上 然后用力 然后向上不打紧 还左右 他其实去试过几次 他觉得做完好像感觉上稍微有放松 但是有一次他去的时候 发现在一刹那 他整个手像触电一样 一个电流从肩膀一直到他的手指头 那当下后来放松之后 其实就过了 可是连续三四天之后 他的手开始没力气 手完全死不上力 来诊所看了之后 照了骗子 发现了 其实他的颈椎已经有点滑脱 我们知道我们的脊椎 其实旁边包覆了非常多的韧带 韧带是让你的脊椎非常稳定 因为他经常去被扭转 他知道那个绳子越扭会越松 他一旦松掉之后 他稍微再动一下 造成他脊椎就错位 那这个病人 他其实你问他 他也不曾有过受伤 也不曾有过任何的大的伤害 为什么会这样滑脱 通常滑脱 其实年纪大的病人有些会有 可是这么年轻才三十多岁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滑脱 这确实是因为他经常性去被 这样整脊扭转之后所造成的 那还好他的滑脱只是在第一度 所谓第一度就是 他滑脱只有在25%以内 像这样的状况还不需要到开刀 如果滑脱超过25%的话 通常我们就必须要开刀去把它固定 那在这边 我想教各位就是说 一个比较简单的训练 我们颈部肌肉的运动 看我这样子 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然后就顶在你的头的这个地方 那把头去顶你的手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的颈部这边的肌肉 其实是鼓起来 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 同侧这个肌肉 其实是就鼓起来 你要用力去顶它 那轻轻的数 数到10之后 你就慢慢的放松 那对侧也是一样 你头去顶你的手 用力去顶 那就数到10 训练我们颈部这边的肌肉 那慢慢的这样子做 那往前也是一样 我们把手放在额头前面 头往前顶 手往后推 这样的状况 我们颈部的肌肉 前侧的肌肉 就会被训练到 后面 两只手 放在头的后面 头向后顶 手往前推 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请大家注意 不要憋气 千万不要一做的时候就憋气 憋气会造成你的血压增加 然后都是慢 脖子都不用动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把你的颈部 这一圈的肌肉 可以做一个完全的训练